天赋的话带的是弓术、法强、成长生命值 也可以选择带CD 也可以选择带CD、法强、成长生命值 都可以的 这把阵容确实 这把是打架阵容 每一条路都好抓 但第一波的话 我们还是选择去帮中根上路 制作的话先打单能线是最好的 因为打单能线的话 我们不会出现自变 大家的话其实都喜欢去抓下路 但是我都是看情况抓 我们这边中上都是优势 然后中路一定会被压陷的 所以说中路是可以抓的 只要能空到我们两个都能打 然后上路一个带点栏 一个带急跑不好抓 如果抓的话 第一波只能抓个急跑出来 我们先正常刷上去 看双方换不换血 所以我们优先第一波是抢帮中了 不是因为寂寞我才想 W不要犯 我一句卡了 这啥情况 好可以 直接让我掉牵 画面比较模糊的话 你们可以刷新一下 黑科技 我野怪呢 好可以 野怪也没的 天哪 天塌了兄弟们 这把我们就只能撤了 本来可以抓上路的 往中找一下 不起 中这边的话已经到三级了 对面中单是四级 这一看就是我们家中单没看了 等他还会消失 我这边现在带过去 因为他看到我的话 这一波意见肯定是选择往前站 然后依他 依这个就是阿克战的 这边要小心一下对面的一个打野 给队友稍微点个信号 因为打野的话 默认他为小机开 从下往上刷的 你看他已经露头了 由这种英雄的话 他小机开是最快的 他如果说选择那个上开的话 除非说下路特别好抓 然后下路要打架阵容 那他只能从那个小机刷下路 因为他三级没有去过下路 那就默认他去上面也去去了 我们现在要选择去升个四级 四级之后我们可以玩下走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搬一波下路 经验刚刚是卡巴格的 他实际上有经验的 只是说打一个大石头 小石头没有打 生不到那个三级的 这不我们可以往下走 因为兵线已经过来了 但是这边是有视野在 我们需要去躲掉 对面的辅助的异技人 好 这边A一下不起 这边是一层 没中没关系的 那么给我个水炮就可以杀了 一起来变他A 我让队伍把他A死 你直接走就好了 有时候的话你残血 你异技人的话可以捏一下 等他A的一瞬间 你会异技人飞到天上 这样的话呢 不仅是可以规避他的品 毕竟可以把他耗在原地不动 他的话呢 想等我下来之后杀我 但是我们队友可以把他杀掉 杀上之后我们有凯旋回血 是第一时间不会死的 现在的话呢 抽装的话 我第一件装备 是并没有选择去做法穿鞋 我这一把的话呢 是选择先做一个发电 做一个移术装备 配上我们的三层 两层无形猎手的效果 那么移术已经倒到386 比平常的移术都要快的 他的话只有330的 看到没有 330的移术 所以我们移术比较偏快 因为我们出了鞋子之后 我们也跑不过对面的一个打野 这个打野这英雄 他W追击能力太强了 然后我们有这个发电 有这个就是法强装 到时候刷也会快一点 出装的话 你可以完全根据 自己的经济情况去做的 不需要固定出什么装备 好 这波我们可以往中走一走 好 这个时候打野的话 进野区的 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刚已经把野光经济给刷了 他的话呢 他现在只能去我们家的一个小鸡 小石头 这边拖过来打两拳 这不可以直接考虑月塔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上当时有点燃 但是他自王这个野怪要升起的 我来先砍他 先进草 好 这时候给意见就好了 直接走 他WCD比较快的 我好像死了 他现在Q2好了 他调戏我呢 他要打草虫 但是上的这个线 是我们这边是赚的 因为他刚车往炮夹是16级的 我就想赶紧把他杀的 但是点燃还是给慢了 点燃给快一点 就可以杀了 一技能躲不了凯旋 青城也躲不了 反正什么技能都能吃到凯旋 收益的 先给意见中 现在野怪回旋 先走开 这边可以走的话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交一级的 等他下车放W的时候 好 一到天 等W消失 他不能放二段W一个客戴走 因为他二段W是可以回血的 他W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一到天上 他就没有目标了 没有目标 只能原地掉下来 他有异性的 我往前走 这时候出异 又没有移速在 看到没有 就是出异速的好处 而且我们山也不低 他们往前追 他跑的话没关系 因为我们是有异性人在 但这波去追的话 对面打也来了 那我们就要考虑到 可能要跟他换掉 做出最坏的决定 刷这野怪可以升级的 这边是有眼在 他可能在打红buff的 这边我有气能在 就不怕这个 不怕这个人了 这个地方有眼给忘了 对方有眼的 谢谢 感谢我们哈德哥哥 送出的帽子戏法 200点击 谢谢我们人见能爱 花见花开 车见直播呆 好事年年 收敛哈德哥哥 送出的帽子戏法 感谢支持 谢谢 爱你哦 他这波大招的话 是想知道我在打野怪的 来给队友稍微点信号 这时候已经看到 他还把这个野处 我们只需要稍微拖一下 就好了 这时候选了一刀 对面的一个ADC 白的这一套 但是我们杀可能是杀不了 他有大招可以飞走的 他选了不飞的话 我们继续追就好了 他被减速了 我们一上去 先Q一下 拿个助攻轮头给队友拿 然后把这边的一个小龙拿一下 利风上一把不利风吗 你问一下兄弟们 上一把有多利风 第一剑风暴有风暴的好处 乌鸟有乌鸟的好处 当你一套秒不了人的时候 你需要打第二套的时候 那风暴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因为他第一有CD 对吧 第二的话有额外伤害 1.5秒一次伤害的 这是风暴的好处 可以让你第二套CD 这就是乌鸟的好处 可以让你第二套CD更快一点 那风暴的好处就是他打一套爆发 你一套没有打死他 但是你追不上他了 风暴可以提供移速 让你连着他 等一下个Q 就不用叫一剑去追了 然后风暴的话 他一套爆发伤害更高一点 打完也可以退场 两种是不一样的 然后风暴的话 合成路线比较平滑 价格比较便宜 无药就说太贵了 上把赢了呀 上把四度都算是吧 对面恨不得在我们基地里面跳舞了 真的 感谢我们哈德格送出了好多粮草 这我们哈德格中飞机 中火箭 中很多很多大礼物 潮州还有40秒刷新 这波我们先回家了 像这波没钱做装备 我就第一件装备先做乌鸟之火 然后下个装备再做法转写了 去中去了 他大招飞哪里去了 这边我们往中走一下 先选择直接往前追 闪现一弹生散 这边陈阶先减速 他如果交闪现 我们陈阶已经减速 N前1的话会命中的更高一点 这边往里面给演就好了 然后等这个潮州刷新 对面打野再打这边的核线 打完了已经没关系的 我们先把蟹排一下 现在目前我们是没有逞的 这三个可以都吃掉 有三个吃掉之后 我们可以叠到四重 四重的话 给召唤之小虫子 对我推打会快一点 如果说我们打完这三个只能叠三重 就没有必要去打这个草虫 他给了个大招 这边我们去Q他一下 W不起来 然后进草虫 再A一下 然后等他回来 先Q一下 一他实际上把W躲了 然后A两下一个Q来走 打这个英雄的话 你不要想着一套把他秒了 他一技能的话血量越低 他的生存能力更强 所以我们要尝试去多出发解释 就是乌鸟之火 像我做的是乌鸟 你看 乌鸟就打了291滴血 因为我一直在触发这个天赋 你看AQ一下 触发乌鸟 再打这种杠客 从AW就触发乌鸟 然后再选择一他生存 然后A两下触发乌鸟 看到没有 再Q一下触发乌鸟 好 乌鸟这一次的话 580滴血了 就是一直触发这个天赋 对 乌鸟的话每放一个技能 就是你放技能 在他有这个乌鸟触发的期间 是可以获得一出攻速加成的 可以用他来排演 这样排演的话就更快了 刚我没有放技能的话 因为我知道对面打野的话 在那个附近的 我怕到时候他开我 我们技能CD有点太久了 只能放W或者E起来 WCD的话要10多秒的 人现在W的话 现在是9秒钟 他CD时间太久了 他说过来的话 第一时间秒不了他 对面落手就要过来了 这边往侧面走一下 看一下这边能不能 蹲一下对面的打野 还要刷自己的红buff 我看能不能打野大招 他飞的是上路 然后我们就不用管了 现在钟当不见了 那对我小心一点点 蜘蛛可以打中 上 野 辅 这几个位置都可以打的 来 大招来了 好大刀了 我们直接溢下去就好了 先先惩截风波主攻 然后再打个黑暗收割 黑暗收割是可以叠加的 他现在12成 相当于加了一个108的伤害 大嘴内把赢了 翻盘了 大嘴内把这不很厉害 你们都觉得会输的都不看了 只要让我带到一波切之后 现在我就会比较稳了 就不会搞事了 继续往下走 这边给抓到对面的一个辅助的 再给抓一波对面 也就是要放W的 辅助蜘蛛到时候补位可以玩一下 出当的话就这样出啊 我现在就在出现成的 可以看左下角 一层是9滴血 一层现在改的是9滴血 你可以看一下 他现在改成9滴血 但是没有加成了一些 虾都没出影验了 巫妖配影验 两个绝配装备 由于中国是AP的 所以我们巫妖配影验 如果说你想塞更高 就选择风暴配影验 一套爆发打完直接撤 直接开6 谢谢感谢 哈德哥哥送出了好多的良草 感谢支持 谢谢 爱你哦 蜘蛛可以打ADC的 我以前玩过 我五条路都玩过 ADC辅助 ADC辅助和那个就是 中单上单打野圈玩 打野玩的是最多的 以前我是中单制度玩的最多 这波我们从侧面过来一下 这边有果实战 我们跳过去 人间Q收尾 跟队友推塔就好了 打完这把又可以抽号了吧 不知道他能拆对尾数啊 刚那个左手在直播间发弹幕 完全看见时长了 你需要加排位吗 发弹幕帮你看下时长 一起来到大奥夺 让他去追队友 好 我们上ADC就好了 他会回来追我了 看到没有 这样虽然帮队友承受一下 他也这边是EWAQ带走 这边不挤的 这边摸Q一下 摸QQ 还有一个 PENTAQ 加速 怎么没武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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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对面没能出魔看 我们下个准备可以选 去出金身或出帽子都可以的 左手的话呢 光住了427天 近一个月光看 实际上是1774分钟 花了84条大名 没有办法加排位 下着睡觉的时候可以挂直播间 挂到4点分钟 每次中两都能多零一场 这边没有遇到吗 他们选了一台生伤 刚重一下他的大招 来了 别动别动 在原地不动 这边是直接给E减击他秒 这边选择直接往前追 他放算了 这边Q一下不齐 再A一下给E EW 没中的话 等一下猪前Q 小猪咬死的 这边救下队友 摸Q一下 等下猪前Q Q不到的 死 你还敢追 整个W 因为他太脆了 W打他会更疼一点 如果只能放个QW的蓝 但我们肯定选择 放W是更好的 人先Q的话呢 没有W上下高 W炸一下 可以降低血量 这是我们猪前Q3 更高的 大龙拿一下 结束 看时长的话 因为他刚是中奖 这个号打就他的号 他刚中奖的 所以说 可以帮他看时长 如果说你们想要看时长 等中奖之后就可以看 不然你们现在看时长 没办法理红包加排位 回家就是帽子了 下个专门我们做法穿 蜘蛛 蜘蛛后期不能说比较难玩吧 看你的人前意的命中率 还要看对面阵容 还要看我们自己家阵容 就我们这边完全没有开团 这样玩就比较难受 很需要蜘蛛往前站位的 如果我们这边开团比较多 你可以跟队友打前排 队友开一个 你直接跟伤害就好了 跟队友佩可直接秒杀 因为后期的蜘蛛 对面即使有200点魔看 3000血 你一套都可以打成半血一下 然后让队友去收割就好了 他处理前排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但是技能cd有点糗 所以说看你技能丢到什么地方 把这蓝打了 结束了 可以团了 特别是后期的站位 你站位不要站得太前了 不要被开到了 你可以当一个输出英雄站位的 除非对面对你威胁造成不大 像对面这个阵容 对我威胁造成不大 我只要不是会的E线就好了 然后离对面A 就是打野远一点 然后打团的时候 可以在前面用W消耗 你看这炸一下 注意看血量 给杀到 然后这边可以QA他一下 就消耗一下 我们故意站得不动中大招 这边是给100对100中 先QW 然后变出1强 然后队友把它杀了 杀完之后就开冲了 这波是中了对面会的E线 将这个E包给秒了 为什么他这个打野可以空中放QA 以前不能放的呀 公式化抓人 你下把可以好好学 我每一把都会讲的 你可以耐心看一下 看我进行游戏 然后怎么抓人就好了 谢谢 感谢马哈德格送出的 500连击的加油包啊 就马哈德格 中飞机 中火箭 中超火 中宇宙飞船 中很多很多代理物 找死 伤害不够 得团了 我现在还是别去吃个大招了 这个的话 正在你自己看的 公式化抓人 就是树山开始抓人 我每一把其实都是公式化的 大家要看 你要先分析一下 雷路强势 然后双方召唤师技能带什么 找对面打野了 先直接跟他打 不行 得一起来 我这个也没给出去 不然我一起走 他就得死 虽然他身上有魔看了 先给一神中 可以看我伤害没 左选择折异他身上 先Q一下 直接AQ一下 往后走 有被他碰到 一W 已经死了 往前追就好了 先摸Q一下 不急 好 再摸一下 远程 直接追 就给 打5杀了 先队友考虑一波 然后我们进去拿5杀 拿不了的 那我看一下这把尾号是几 这把尾号如果是9的话 这个号就要赢4把排位 如果不是9的话 我打完这把就给他直接抽号了 我打完 这把尾号是几乎的 噢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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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